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动华之君 你是何人 东华帝君 你还想这样抱着我多久 真是太慢了 穿过这个林子 就到青秋了 走了 我不是要擅闯这个林子的 我只是接个路 我是青秋白凤九 收到屋里 洞华帝君 你是何人啊 东华帝君 你还想这样抱着我多久 你真的是东华帝君 不像吗 不像 我在折营的藏书里 看过你的画像 真的不像 折颜 折颜 是 十里桃铃的上神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青秋武荒之北荒帝君之女 九尾湖之后青秋白凤九 青秋白凤九见过东华帝君 原来是白家人 白家的人竟然还会怕 一只金泥兽 你还为妃生上仙吗 没 既然东华帝君救了凤九一命 那凤九一定要暴打的 不必 那如何是好啊 我姑姑时常教导我 说这世间有因果寻回 有因就一定要有果 有欠就一定要有还 你姑姑 清秋白浅 帝君可认识我姑姑 曾有过几面的缘分 你姑姑和天族 他们的缘分可是深得很 是吗 为何我从来没有听 姑姑提起过 她似乎不太愿意 提起天族的事情 难道你不知道 哲颜和胡帝白志 现在正在天宫 为你姑姑讨说法 是吗 你还想跟我多久 我 只是想要报案 这回来 同学 这东黄中从来没有遗伤 可本君近日关心香 秦桑似乎有所活动 怎么可能呢 秦桑不是早在几万年前 就被莫烟圣圣封印了吗 若真如帝君所言 小仙恐怕 我知道你应付不了秦苍 时刻盯着之中 时日内若有任何异度 震动此灵 本君就会立刻赶来 小仙遵命 切记 无论有任何异度 都要用法术震动此灵 遵命 本君念你是清秋地基 先前的事情不与你积极 倘若再跟人 休怪本君不客气 可是阵死小仙了 刚才那只金泥兽啊 可逼你厉害多了 金泥兽 可是一界山林里的金泥兽 那可厉害得很哪 怕只有法力高强的上仙 才能镇住他 又是上仙又是上仙 能不能不要再跟我提上仙了 我也不知道何日才能费事 对了 不知仙姬再次召唤小仙 所为何事 帝君说 方才给你的小同龄 只要此处有异动 你就用法力来镇灵 这你还记得 小仙不敢挖 如今帝君他改变主意了 说让你用这个笛字 更妥当些 这 这 这 你不相信我啊 小仙怎敢不信 仙姬一同帝君一同来词 小仙是亲眼所见 只是 这小灵该如 你给我就好了 好好好 仙姬说好 那 小仙 告退了 姑 来 糟了 我得赶去给姑姑过生辰了 姑姑 姑姑 小狐狸回来了 凤九这回是特意赶回来 给姑姑过生辰的 祝姑姑继续做四海八荒 万万年第一角色 姑姑听了此话 可还欢喜 欢喜 姑姑还是老样子 唯老不尊 敢说姑姑老 就让你做一阵子小狐狐狸吧 这是个好东西啊 虽然不知道你是打哪儿偷来的 哥 咱 姑姑这是要去哪儿啊 新爷 年载 新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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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年的昆仑须 鲜舞缭绕 众神朝拜 怎如今 也落到这种地步 原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昆仑须啊 忘了醉了 以为放下我 却在梦醒后 想起你泪 昨日突经十里桃云 到哲言那处给你取了三壶桃花醉 师父为什么会给我带酒啊 明日不是你的生辰吗 姑姑深夜来此 就是为了偷酒喝 小丫头 你也跟了我一路 可领略了这天族第一圣地的风采 你怎么会在啊 姑姑呢 要出一趟远门 这个册子里面 记载了一个法术 这法术如今只有我一人之交 若我死了 令法术失传了 四海八荒就要有大麻烦了 四海八荒就要有大麻烦了 若姑姑还有命回来 再好好审你 为何如此说 姑姑你要去何处 你肯定是想问姑姑要去哪儿吧 你一定也知道 姑姑不想说的事情 谁拿我也没办法 你现在此睡上三日 三日之后 我用来保护你的仙杖会碎掉 震动此灵 替你换来帝君 睡吧